小胖你在干嘛呀 我在整理我的余句啊 你这半夜三更的整理什么余句啊 你不会现在要去钓鱼吧 现在不是 我明天早上去 明天早上你又约了谁哦 胖哥呀 我怎么不知道 好早就约了 你又背着我出去钓鱼了我跟你说 我准备等一下跟你说的嘛 准备等一下跟我说 你们看一下他的后备箱全是钓鱼的东西 什么伞呀 凳子呀 鱼户呀 鱼竿呀 鱼竿呀 鱼料呀 整个后备箱全是他的垃圾 这盏子已经烂掉了 全部是你的垃圾 哎呀 好嫌弃你 你们看这个胖子 今天手机都不看了嘞 他这里不知道在干嘛 你在干嘛哟 你在装线做啊 你在大半夜的你还在装鱼 你明天钓鱼的东西吗 对啊 为什么那么爱钓鱼呢 请问一下 钓鱼很好玩吗 你这个问题问的 可能是因为好玩吗 可以钓的吗 是吧 是所有的男性都那么爱钓鱼吗 那也说不定咯 但是你看今天那个隔壁那个 那个卤卤饭的那个老板 他不就是约我去钓鱼吗 他也很爱钓鱼 那个人是约你去钓鱼啊 对啊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完了完了完了 你不能你要远离他 不然你们两个以后就天天去钓鱼了 他也没空 他说白天隔壁有些空 今天他有空 他说带我去钓鱼 他说我又没空啊 完了完了完了 你还是适合回家养猪 你这天天就知道钓鱼了 有没有就是朋友家里面 也有一个那么爱钓鱼的老公 肯定有你知道吗 因为我感觉 他们现在的心情 肯定跟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觉得钓鱼应该还是很多的 天下钓鱼是一家是吧 小胖 别人都说台钓鱼 穷三代 路亚毁一身 很不幸我两样都带了 你们说这该怎么办 还能救吗 小胖你干嘛 洗澡 这么早洗澡吗 早点睡明早上早起你知道吗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我约了朋友不能爽约啊 现在才八点钟 不能放那天鸽子 你们想想啊 八点钟他就开始去洗澡去了 平常手机不到十二点 绝对不会去洗澡的 这钓鱼是有多大的魅力啊 现在天都还没亮 小胖就钓鱼去了 有毛病吧 他六点钟就没到就出去了 你在哪里呀 我起码黑的 我在车上来呀 你有毛病 什么 你现在去干嘛 有鱼啊 有鱼啊 我不知道 我不跟你说那么清楚 他约了人 六点钟就钓鱼啊 我现在已经六点过十分了嘞 天都还没亮啊 天还有一天都没亮 嗯 好吧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有点远 你知道吧 没办法 还早点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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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好睡啊 拜拜